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應該是大家第一次看到 我們演員休息室裡面的更衣室 之類的 這是我們的衣櫃 所有的衣服跟包包 都整整齊齊的擺好 含於休息室的衣櫃首度曝光 例如說 現在一定要穿個睡衣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安全褲 背心 然後居家服 可別以為這些衣服 都是造型師準備的 含於拍三粒的金家好媳婦 衣服可都是自己打理 這裡 有你的天花 就是天堂 像是最新一集的黑白襯衫 節目一播出就馬上被問 而且含於就連飾品的搭配 也不放過 有一段跟彥均 還滿甜蜜的過程的時候 就想要做一點輕鬆活潑的感覺 然後當戲裡面 當然有時候會比較沈重 或者是必須要談判什麼的 就會做比較大的耳環 來當作一種戲事 含於說這些耳環 只是他一部分的收藏 因為他平時就喜歡 逛網拍買東西 一個月下來 製妝費可不少 那我大概一個月花 平均應該是兩三萬吧 但一檔戲下來 我想應該 好幾十萬是跑不掉的 不管是衣服 包包還是鞋子 製妝費這一花 可是很可觀 但也不是每場戲的衣服 觀眾都捧場 我有為了婚禮的戲 其實特別就是準備了白紗 但是有點讓我傷心 就是我第一次跟彥均 在教堂結婚的時候 我就拿我自己的白 白洋裝 白紗出來穿 但結果被網友批評說很醜 我覺得 我中劍 因為這好幾萬一劍 談起被網友批評的經驗 還是很難忘 但就連休息 也常為角色挑選衣服 就不難看出 韓語隊工作的敬業精神 三地新聞 古高樹李慧 台北報導